你不是想招具体数额吗 这么多钱啊 太极的外表价值好学 但如果想学术神随 就必须有高手亲手指定 我已经误释好了新的人选 你拜我为师 跟我学太极 一天三百 五百 四百 成交 那你带我去一趟你家 爷爷 你看我给你发的视频 他们怎么那样跟我一样 文文宝学妹 需要帮忙吗 学长方便吗 方便 晚上 太阳学长 小学们 这么巧 喂 好像有事 学长 为啥 下来了 你要不要选择 手劲还是挺大 本来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但现在看着 好像这件事有点意思了 爷爷说不可以在人间斩落功夫 但是 没想到 连我都骗过去了 你倒还真是深藏不漏 为处了腿因我而骨折 所以 爷爷 对不起了 原来是你 完蛋 我来和他切磋切磋 相互学习学习 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来 学长想切磋 学妹就现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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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龄的拳法虽然结合了拳道的颓法 和一些其他派人的技巧 但却留下了衔接上的破绽 没想到你还需要承握你的指导 不走 没事吧 舍己从人 虚实转换 异道之处 则随心所欲 静随心转 来啊 还要学吗 我看学长也累了 还有谁想跟我学 从没条 两分三十七秒 有点久 两分四十 还不错 今天就先浇到这儿吧 怎么样 浇得好不好 还行吗 我这还还行 我要不是为救你 我的武功都被 都 都被暴露了 封标票 你这个人怎么只会打下巴 我告诉你啊 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 你就是蒙面女侠 你 我 你 我 我 给你们画画重点 喂 你 你想干什么 你 你想干什么 你看这儿 喂 那是我的车 这么贸然的到你家去 会不会不方便啊 没事 我也很热情呢 你想什么时候去都 都可以 我 我这么说 魏楚 他不会误会 我在暗示他 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我家吧 对 你给我爷爷打电话 那个通讯路你就搜 你这无敌帅 我也知道 听话 赵林军 爷爷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在路上了 马上回去了 你那回家住吗 对 我带个朋友回去 вер呢你呢 是 喂 没电了 走 那个 你行不行啊 咱慢点开啊 不着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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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别动了 别动了 我告诉你 有点见到我爷爷 你别愿意说话 刚刚手机没电了 你没告诉爷爷 我带的是男生 爷爷不会误会吧 爷爷 小飘难得带客人回来 请进来坐吧 冒昧来访 打扰了 爷爷 那个 走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爷爷 我本来想提前跟你说的 但是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突然带我来个男生 你不会生气吧 生气 我没生气 小伙子长得蛮帅的 小伙子长得蛮帅的 你这眼光不错吗 你这眼光不错吗 爷爷 我 胡说什么呀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打了一套拳 满身的汗 我先去换个衣服 飘飘 好好招待客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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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不喝水啊 好 我去加水 好 那些被偷拍的照片 绝对不能寄了出去 听见没有 老大 怎么办 车现在没人 赶紧上 快快快 爷爷 我拿点水 给你倒一杯 飘飘 不得无礼 你应该懂得待客之道啊 要让的 再给你倒一杯 小兄弟 应该怎么称呼 你 我姓魏 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 你居然瞒着我和魏楚同居 你 你说什么呢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 爆都爆出来了 编辑社 你推着魏楚您的轮椅 出他那大别墅 现在你是全校女生公敌 你知道吗 这 这是哪出的无调八卦 我都不愿意解释 回头跟你说吧 别别别 不行 喜欢 静柔学姐 你知道的 知道了 怎么了 他给你下战书了 战书 他暗恋魏楚学长很多很多年 全校都知道 宝贝 然后你一来 你抢他风头 和他男生在一起 他能留你活口吗 你用你住脑的醒醒 他是不是有被迫 还妄想症了 我觉得 魏楚哪儿好了 我跟你讲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 跟魏楚在一起 对了 你今天为什么放我哥子呀 那个 我 就是路上遇到海洋学长 我就说呢 你这重色情有家伙 不是 是中间就出现一点点小差距 海洋学长 小雪妹 这么巧 你车胎怎么没有气了 我看看这边 喂 反正 你先准一下 我今天就麻烦了海洋学长 一整天 真的还是挺不好意思的 海洋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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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吧 那我能说什么呢 海洋学长 人见人爱 花江花开 行吧 宇宙最帅 我呸 行了 我不跟你说 我要吃饭了 喂 我在学校也看到过您的话 所以我知道您就是 吃饭了 吃饭了 来了 来了 只是点皮诱纱 只要把这个给它敷上 过不了多久 就能吃血了 好的 谢谢大夫 好 不用了 你伤得怎么样了 你看什么呢 没有啊 大夫已经说过了 你这也只是皮外伤 不会流疤 腰膏拿好 记得按时用啊 很快就会烤 那学长 我们加一个微信吧 因为 你帮过我那么多忙 还帮我付了医药费 这不太好玩 这药杆很便宜的 就当 上次你送我来医院的打谢吧 那不行 而且我还想学太极呢 你也喜欢太极 其实 我就跟你说吧 我室友 他和卫处学长老师传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绯闻 我觉得 我就算不能帮他上个大忙 我会点功夫 我还可以替他防身 对吧 和卫处闹绯闻 不会是风彪彪学妹吧 你也认识他吗 我听说过的 没想到他还是你的室友 那这个忙 我不想帮的不行了 我扫你吧 再rove too any compra 以后有什么事情 随时联系我 好 那我先走了 要高际的用 用 对不起 走吧 走吧 多吃点 爷爷做的红烧肉 最好吃 吃 吴同学 这次你来的葱嘛 我这个老头 没什么准备的 如果你觉得饭吃还可以呢 就多吃点 方爷爷客气了 来 爷爷你跟他客气什么 爱吃不吃 来来来 快吃饭 快吃饭 你最喜欢吃的 多吃点 吴同学 这些菜还合你口味吗 封爷爷的厨艺很好 跟某人比起来 强太多了 我们飘飘就是贪吃 可偏偏不喜欢厨艺 我这个做爷爷的 还没有吃过他做的饭菜呢 那魏同学 你吃过我飘飘做的饭菜吗 吃过 那你们俩的关系是 爷爷别忘猜了 没什么关系 他天天上门 来给我做饭 你闭嘴 你能不能好好吃饭呢 你 你看你 吃个饭都不老实 爷爷你干吗老说我呀 来 你喜欢吃的红烧肉 多吃点啊 谢谢爷爷 好 魏同学 来 多吃点 我也要 好好好 来 你喜欢就好了 多吃 那你喜欢吃的红烧肉 自己多吃点喽 你 这是干什么呀你 蛮能吃的 能吃是福 对对对 习武之人 能吃是福啊 那 我去洗碗吧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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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门是客 飘飘以后啊 还要承蒙你照顾 怎么能让你做家务呢 匡奇 你 还有伤在身呢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这是封家 我爷爷说算 我爷爷说让谁洗 就谁洗呗 我吃得最多 我先洗 爷爷 各位老爷 一家去客厅好吧 好好休息 我去洗碗 丫头 走啊 好 本事这件事如果可以呢 就这样决定了 爷爷 你跟他有什么可聊的 好好说话 我们聊的 都是些陈年往事 没什么 没什么 你受不起我爷爷了 我爷爷脸色都不对 傻孩子 不要对我一同学 那么无理 封爷爷 没关系 封爷爷他 已经把你托付给我了 托付 你爷爷他已经同意 让你拜师在我的门下 魏同学 那我就把飘飘交给你了 什么 拜师 飘飘 他可是魏氏当代掌门 他开口要收你为徒 这是你走了天大的好运 魏掌门说 他愿意传授你魏家太极拳的真谛 你跟着人家掌门人学 千万要用心 这有什么了气呢 这可儿虚不得 拜师铁 拜师铁 姓随魏楚先生道鉴 弟子风飘飘 年十八 久仰先生武艺 承蒙先生 允纳门下 愿拜 魏氏太极掌门 魏楚为师 执弟子之礼 谨遵师教 魏氏 冲飘飘顿手 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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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今天的礼仪 都是按照本门的最低标准 毕竟 今天收图的事 是我擅作主张 等时机成熟了 我会给飘飘补上一次 正式地拜师一事 另外 今天收徒的事 暂时不能外传 希望飘飘和封爷爷 可以替我保密 一定 这个放心 你别以为我多愿意拜你为师 我都是因为孝顺我爷爷 时间不早了 围长们不嫌弃的话 就在我们家住下吧 关于飘飘这孩子 我这个做爷爷的 还有些话 要跟长们好好唠唠呢 终于找到了 记得是放在这里的 来 你看 这些 都是飘飘小时候的宝贝 这个银索啊 是飘飘他爹娘从冠礼求来的 他从小就一直挂在脖子上 后来长大了 又漂亮了 也就不挂了 所以我就把他收起来了 飘飘他爹娘把银索留给飘飘之后 就走了 然后 飘飘就随着我这个老头子过了 孟爷爷 节哀 温长们 您误会了 老大 飘飘他的跌娘 长时间在国外 不好意思 晚辈誓言了 都怪我这老头子 说话又奇异 有讲得不清楚 你看 还要 你看 我们家飘飘啊 是不是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啊 封爷爷 您说得没错 不过长得漂亮也不好 他小时候在学校里边 就经常引来一些坏小子欺负他 每天哭着鼻子回来 就像个小鼻涕虫 所以后来啊 我就教他练太极 从这之后 学校里面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到头来 三天两头 别的家长带着小孩 哭着来我这儿告状 说是被飘飘打了 很像他的风格 你笑什么笑啊 没事 你爷爷 爷爷 别说了 是不是该睡觉了 还早呢 我 我跟卫长们说一下 你 你小时候的事情 我不用说了 你快起来啦 走了 走了 你走了啊 你不早了 你快洗洗睡吧 快去快去 走走走走 好好好 有个戏 儿孙自有儿孙福 爷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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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看 你这不是什么叫隐私 隐私 给你看什么你都看 你跟你感情真好 那肯定的 先吧 为什么门被退了 组里正在商议 重新推举小门人呢 是 怎么了 没事吗 没什么 不说拉倒 要不然你就住这儿吧 我家虽然小了点 但是足够你睡 这么大的地方随便睡 看我干嘛呀 睡着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可能 我这事挺好的 你看什么 绝对不行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告诉你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我 我 我给你转一下 你是不是要来 今天晚上 我自己来吧 你先走吧 脱鞋啊 走 你记得脱鞋 走啊 走啊 晚安 才会 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我的良苦用心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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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爷爷 我脖子好疼 你帮我按一下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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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福 爷爷妙手为春 试试动一下 看还疼不疼 怎么着你啊 别乱动 还疼吗 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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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了就起来吃早饭 我不起来 才几点啊 臭丫头 快九点了 你还在睡啊 人家卫长们 七点就帮我做早餐 一直忙到现在 你还想再睡 我要睡床 我五点就想起 快别别别说了 快去洗脸 吃早餐 好好吃 爷爷 我们先走了 好 路上慢点啊 知道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这也能停吗 没事 停在这吧 这车有时找到自己的家了 是你说的啊 不疼了 那不是你的车吗 喂 那我的车 别急动 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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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的计划失败了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啊 消息之道还挺快 消息之道还挺快 可受伤的未处都对付不了 你还能成什么事儿 从一开始 我就不应该对你抱有什么希望 我就算失败了也去做吧 你呢 你干了些什么 我是你的门主 说话给我注意分寸 身仇大恨不是只你一个人有 我们和台积系都不公代替 我自有打算 你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 好 我是目以待 属于我了 我知道得多回来 要不要 走开 四 来 两块五年 这是都够炸了 这就是下位 三 四 四 恐怕 这是什么 眉弒 你来些 刘藤 你 过不去了我感觉 你来 走来尖 能买巧合 别出去偷偷看我 想我的时候看照片 晚安 我说不了这种背叛 导演你看 男的扑墨鞋都借了 不用 我自己拉 你先走了 走吧 晚安 你怎么借的 我刚刚就想像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